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展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LED大屏正式启动 经过同仁们的周末加班 美南环球剧场的大屏幕 在周日下午全部装妥 并将立即启用 今天是假日 我们眼见同仁们牺牲假日 卷起袖子 完成测试及安装工程 我深深表达了对他们的谢意 我常常在想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造的 我们在媒体战场上 已经奋战了几十个函数 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建成工程 但是还是需要我们的好伙伴来 共同完成 把一砖一瓦堆聚起来 过去20多年来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我常勉励同仁们要有 见山开路 见水搭桥的精神 今天美南环球剧场 只推出将是我们在媒体转型的重大转折 今晚当我离开剧场时 已经午夜 美南印报厂的印刷和质版同仁们刚到港上上班 一年365天天天如此 他们每天半夜要印刷至明天的美南日报 我特别去和他们打招呼 并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 顿时我也感到眼眶泛泪 他们的辛劳上大夜班 明天凌晨才有最新的美南日报送到读者手中 新闻工作的连结相扣分秒必争 多年来这份承担着社会服务之神圣任务 是我们最大的功利 LED大屏的投入使用 将再次改变和创造 美南新闻新传媒新的里程碑 请大家拭目以待